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细说敢言 李宗盛逢星期一至五 为你识世情 论人生 圣经传到书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这个定时定效 人生荒谬 是叫教智慧当中 一个比较难破解 一个这样的圆年 实际上如果没有足够的人生 力念和经验 只能够看到传道书是一片的虚空 相反 当你有足够的人生的智慧经验 再看传道书当中 让我们很能够破解到人生 很多荒谬 并且自己 之所 进退 在适当时候 做适当的事 适当的时候进 适当的时候退 也是人生最高的智慧 而作为基督徒的政务师 支支掌林瑞麟 在新政府积极组班的时候 自己宣布引退 此举 可以让新特首可以放胆去处理 无需更多阻制 而自己都走得尊严 走得体面 并且是能够去公读神学 让自己在一个 无压力的课业环境下 去亲读神的话语 安静生命 确实上是一个非常明智 都是符合圣经的要求 一个这样的安排 毕竟 政务工作太忙了 长期在工作压力下 人会变得紧臭 人会缺了一个心灵的空间 讲回政制事务 是与林瑞麟不可挖割 这么多年来 他负责一个 吃力不讨好的政制事务 和内地工作 其实 起单只是吃力 根本上的工作是无从着力 一个小小的香港特区官员 在讲到政制问题 讲到内地事务 其实 连发言的权力都没有 更加是讲到 怎样去发挥香港的 一种代表的民意 去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呢? 实际上 整个社会对这方面 有很二次的要求 在政党方面 有更加是火爆的要求 所以 一边冷一边热 林瑞麟 基本上是很难做到这个位 实际上这个位 是完全比三十位更加三十 而他採取的策略 就尽量用一种 简单的语言重复的表达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因为 讲多 就会错多 因此 都比传媒好 比政艺好 给予他的相当负面 或者比负面 更加负妙的形象 甚至是带 侮辱性的称呼 但实际上可以看回 林瑞麟 在云云政务官当中的表现 在同调来说 其实他的声誉 他的表现 都比受赞赏 甚至说 北京对他都相当赞赏 但何以和民望的差距 那么大呢 这是需要检讨的地方 因为这个包括 大家明白到他的工作 是吃力 甚至是不能着力 但个人的风格所塑造的形象 以及表达能力 这些方面 其实是有很多 很多的 补足的空间 我再看回林郑月娥 在云云高官当中 仍然是拥有 较高的民望 是不是他能力特别强呢? 是不是他比起一般的 AO出生的官员 特别有智慧呢? 其实可以看到 林郑其中一个 很特别的能力 就是他能够经常 是可以 去到群众当中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去到群众当中 和群众有对话 这个可以和当日 在这个天星码头事件 他就单人匹马 和那些九十后去对话 这个就是 现代的 从政者 应该具备的 质素 以及心态 而林郑这方面 似乎 是有很多 改善的空间 另一方面 回到信仰层面 林瑞伦的表现 是 这么低的民望 其实 和他做一个高调的基督徒 其实 都有少许的落差 之前我早前也说过 一个 好的基督徒 不等于是一个好官 但是 好基督徒 具备一个好官的条件 我期望 林瑞伦帝卿 是经过一年的 休养生息 一年的放下公务 在宁静的牛津校园 去聆听大师的讲话 特别有更多心灵空间 让住机放松 以他仍在这个黄金的年日 正是人生去到秋季 一个成熟可以收割的季节 我相信 门是对香港的社会 或在神家方面 他仍有很大的贡献能力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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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ed Times on Air Bell Tauf